现如今闪婚已经不是什么稀奇事 但因为和传统观念相悖 所以每逢闪婚事件爆出 还是不免引发愿意 不过对于一些有选择恐惧症的人来说 闪婚不见的就是一件坏事 这可以让他们痛快一些 不用多加纠结 尤其是演艺圈中的艺人 闪婚频率可以说是相当高 艺人俗艳配就曾透露自己有这样的想法 34岁的本土剧女性苏艳配出道15年 出演了包括嫁妆、多情城市等多部戏剧 致名是当家花旦之音 这两年她的感情生活一直樸数名利 不过在戏中泼足了影 之前拍摄了八电档《广京岁月》 与男星不思蠢吃野角色的感情发展 备受粉丝关注 因为她的演技精湛 观众看得入名 还心意一片粉丝追随 近日她与艺人、红毛、谢金莹等人 相约怕秒速捕山时 遇到路过民众认出并追问剧情进度 看起来比她还着急 而她也大方地透露 今期应该会发起旁边观众 不然剧女的角色亚挺拖太久 可能就没人要了 尼尔姐姐时候 她刚度过33岁神力 原本工作满当的苏彦佩 提前跟姐妹讨计家人过生日 没想到在拍摄广告现场 保姚平董事长及芳心 还准备花束及蛋糕 帮她亲身 经常还备用满满的夜窝 让她大小开欢 她透露前阵子有朋友帮她看命牌 发现她混乱心动 非常有可能会闪婚 说完也大方回忆 如果遇到真名天子 很大概率会这样做 其实在此之前 她曾在2017年 因为和王建复合作派幸福来了 爆出恋情 当时她大赞王建复的暖男行径 露过她的心 让她很有安全感 尽管王建复曾离不婚 还有跟年小学的儿子 但苏彦佩不在意 趁着不会成为两人的问题 自己也和南方小孩之残过 相处十分融洽 不过之前出席公衣活动时 她再次被问及感情状况 结果尴尬笑春 现在单身 她也和王建复一面多前 就已退回朋友的位置 不过现在仍会一起吃饭 她还提到几年前 曾一玩笑话 使她另一半询问 要不要去公正结婚 没想到对方竟吓到让她傻眼 无形中被破了盆冷水 也一次中下心肩 她说其实结婚就是一个念头 而且发现身边的姐妹们 都有好归属 觉得身自己一人孤零零 难免赶到低落 但妈妈却对她说 不要太造假 因此目前 也先以事业为主 值得一提的是 感情中的她 还介入过别人的家庭 当时她的男友 是幕后灯光师 家王时经常躲躲苍苍 手机更绝不让她看 有此她意外看见通讯录 有一个刚大来的人 被主角抱贝老婆 但她却是业配 这才进去 自己精神小三 她起的质问男友 对方却说 那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事 还拿出神魂者配偶栏 说婚纱照和艳客照 都是以前的女朋友 让她神受打击 奈何还有比这更过分的 既然有疯狂粉丝 传来私密动画 自身想娶她当小老婆 让她十分无奈又无言 而一旁来宾也远不住 心疼安慰 当被问到愿望时 她则期许 未来可以买房孝敬父母 也透露 目前也已经存好 两千万 正在看房中 别看现在 苏业配这么懂事 其实小时候也很不懂事 甚至还自嘲 根本就是不良少女 还在家中排好脑酸 上头的哥哥姐姐都很会念书 所以她从小就在 被比较的环境中长大 因而愈发出现叛逆行径 不但老师打电话告知父母 还会在联络簿上寄上树笔 希望爸妈好好管教 是老师院中的头痛学生 不仅如此 她更有一次头痛谈恋爱 带男朋友回家 还对爸妈谎称是一般同学 后来被抓包 才不得不和对方断绝联络 回想这段感情 她说真的是年少轻空 每天都有新鲜事 让家长担心 年少时不懂事不爱念书 但她如今非常后悔 长大后才发现 会玩会念书才是王道 为了吸取更多知识 现在每周都会买一本新书狂读 希望能弥补少年时期的情害 虽然当年是妈妈管她报名 进入民事演员式联络班 从此踏入新途 但她却说 未来若结婚生子 希望给孩子多些空间 若小孩真心向进演艺圈 也会表示支持 有意思的是 其实当时家里 最想做演艺圈的是妈妈和姐姐 但因为外婆反对 而没有进入这一行 艳佩出道时的第一部戏 是大爱的情缘录 她回忆刚开始 对拍戏一窍不通 近位走位都不懂 只会一直被喊她 由此看到前辈被喊她 会说不好意思 于是也学起来 可没想到导演会说 原来她还会不好意思 当时现场静摸三秒 超尴尬 而导演这句话 也让她耿耿于怀 回家后妈妈安慰她 以后改进就好 但回到房间里 面对还是不争气的 留了下来 总的来说 她的演艺录算顺遂 才二十岁出道半年内 就接连接了七点发和八点档 只是后续过了两年 才有工作 没工作的一段时期 因为是新人也没钱 虽然后来又拍一部戏 但片丑至少要半年后 才会下来 当时就只靠上综艺节目来围续 妈妈看到她户头没有钱 就会几千元到她户头 自己拍戏录影时 也会多拿几个便当回家 和买泡面慢慢吃 每天躲在两平大 没有对外创的足处 一直都在怀疑自己 急行状况也不是很好 觉得自己会不会是犹豫症 低潮到 上手合约倒计 干脆离开演艺圈好了 甚至还因此爆手八公斤 一超过后 她突然接到制作人的一通电话 问她 愿不愿意把唱头发剪掉 而她为了争取演出机会 直说 当然愿意 替光头都愿意 索性剪掉长发后 感觉坏运气都剪掉了 她也开始在八点档 赋予此中被注意到 逐渐走上成名之路 在荧幕上 都以孝顺开朗的形象诗人 是不少八点档大剧中 温柔女性的代表 关于苏彦佩的童年生活 虽然都说 老妖最得人狠 但她并没有享受更多特权 好多东西都是用哥哥姐姐的二手货 就让她才认真问爸妈 自己到底是不是亲生的 没想到爸妈 竟然面不改色的逗笑 是头抱回来的 与其当时的情况 她直言 真的以为自己有着 被投抱回家的坎坷绅士 再加上小时候 因为比较调皮 爸妈还会调侃她是多深的 导致她信以为真 虽然小时候被骗 整得好久 不过她也特别强调 就是自己一直非常感谢 身边有这群可爱的家人 除了兄姐 从小对她照顾有家外 爸妈现在对自己 这个明星女儿更是感到很骄傲 事实上 为人子女的她也没让父母失望 离家到台北工作的这些年 无论多忙 每天都会大电话回家保平安 就为了让家人安心 可惜生活里也不禁事如意 其实他们家在多年前 曾发生过金融事件 导致生意上有接待 现在还在还债当中 目前是她一人扛着家里的全部 她略带惋惜地提到 阿妈曾送她一条项链 但后来却被她当掉 换了几千块给了家里人 现在想起来 妈妈说她不该当掉 但因为当时真的需要那个钱 所以也没得选择 好在话语之中 虽然能感受到她很不舍 但是也能豁达面对 对那些日子她叹眼 当然会有过挣扎 但家人其实都在一起分担 只要趁过这段时间就好了 总是一家人为提优先的她 曾经过房地产广告 当中有句台词 老爸说 我是上天送给她最大的礼物 而家人更是她最珍惜的财富 而这既是心理的设计对白 也是她真实人生的想法 此外 2011年 苏彦佩北上大平时 由于孤单兴起养宠物的念头 但原本想养狗的她 与虎白猫苏西 只相处了短短五分钟 就改变形意 决定受别 由于想让儿子跟自己同性 加上爱吃日本料理 她采用数丝的协议 叫儿子取名为苏西 在她眼中 苏西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暖男 个性稳定又乖巧 为什么都吃 也不同于一般猫腻的高明个性 愿意让她一直抱 但后来苏西被诊断出脑部又肿瘤 压骨刀顺身经 渐渐看不到 当时正在盖牌多情城市的苏彦佩 为了不影响工作 只好每天半夜起床喂药 后期更得趁着去足放饭的一小时空档 回家照料苏西 可惜苏西每况日下 之后不仅无法走路 还曾因瓶血 食温和急性肾衰竭的症状 就一夺字 直至后来 自然被发现苏西呼吸急促 赶紧送医 结果隔天早上就接到苏西 正在急救的控制 在该往医院的路上 她崩溃大哭 不断拜托医生 一定要帮忙急救 待抵达医院后 她见到苏西 暴受折磨的模样 感到十分自责 只能温柔汉话 让儿子离去 母子情深 令人动容 苏西去世 她如今也恢复了单身 所以外界 拥起关注她的生活 是否孤独 她也曾出面回忆 戏中她是大感求爱 喜欢肌肉男的肉食女 但私下 其实完全无法 接受质量的情况 反而偏爱温柔的手感 至于现阶段感情状态 她表示 现在试验性比较重 但也不忘切记为自己成亲 有好多人觉得 她是独立的女性 但其实私下 她只是个渴望被保护的小女人 这或许也与自己 作为家中老妖的身份有关 从小都被保护 所以可能没办法照顾别人 可以看到 苏妍佩这一路走来 可以说是经历颇多 世界上从无默无闻 走到今天 实事不易 感情上虽然依旧无果 但还是希望她 快点迎来自己的桃花 享受温暖男友的宠爱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告诉我你最喜欢的明星 说不定下次视频就是她了